16号 俄罗斯边防局的巡逻艇在日本海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向一艘中国渔船开火 并将渔船扣留 在冲撞过程中 一名中国渔民落海失踪 这艘渔船来自山东威海 星鸡在俄罗斯海域 被俄方的杰尔仁斯基巡逻艇发现时 没有回应对方的呼叫 并打算逃脱 俄国巡逻艇随后追踪 先开枪示警 后向渔船开火 随后两船撞击 俄方登上中国渔船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船上过有17名渔民 开枪射击没有造成伤亡 但一名中国渔民在船只撞击过程中坠海 下落不明 报道还说 俄方在渔船船舱舱中发现2.2吨鱿鱿 但渔船没有合法捕捞证 这艘渔船随即被押送到纳科卡港扣留 目前已经超过24小时 中国驻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领事馆证实了此事 但中共外交部还没有做出反应 这是近期又一次中国渔船遭邻国扣留 评论员恒合分析 根据以往经验 恐怕很难期望中共外交部能及时与俄国交涉 协商妥善地解决 此事也引起网络热议 有网友预测说 外交部接下来会发言 一 我们正在与俄方接触 了解当时具体情况 二 呼吁俄方妥善安置被抓渔民 然后过两天就看不见官媒报道了 还有网友感叹 做中国渔民真可怜啊 被菲律宾抓 被日本抓 被朝鲜抓 被越南抓 被缅甸抓 被韩国抓 被泰国抓 被俄罗斯抓 上岸了还要被自己国家的渔政抓 据悉 15日 俄罗斯在同一海域 还扣留了另一艘山东威海的渔船 船上共有19名渔民 目前也被扣押在纳科卡港 新台记者沈君怡综合报道